各位观众好 阮民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呢这个历史迷迷节目 下面接着讲周扬 请阮民老师讲周扬 周扬的话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几个小时了 讲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每一个小时呢 每一个小时 阮民老师都是 细细到来 所以原来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长时间 我当时我提了八个问题 但是现在讲下来的话呢 现在还是第五个问题还没讲完 上一次讲了第五个问题 讲了一部分 这一次呢我们就想请阮民老师接着讲 接着讲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文革后期 1974年周扬呢那个时候 就算是恢复自由了 慢慢的回到政治生活当中 在这个时候呢阮民老师呢 也从宁夏回到了北京 跟周扬呢就有了继续交往 继续交往当中的话呢 听周扬呢就讲到了 对历史上很多问题的反思 上次跟我们讲了 对三十年代文艺论争 对鲁迅的看法上的 他的反思 以及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 他想做点事 想做点事 但是没想到呢又胡销木 林末涵呢 他们又插了一杠子 于是三十年代的这场 这个当时的那些 两条路线也好 叫宗派主义也好 这些论争的话呢 恐怕就一直延续到了七十年代 以及延伸到文革结束以后 当时对这些问题啊 很多人他们还是在搞 继续搞宗派主义 但是搞宗派主义呢 应该说就不是周扬这一方了 而是林伯涵这一方 另外对延安整风 上次阮明老师也讲了 周扬对延安整风 有他自己的看法 对毛泽东 在延安整风中间 他的这个举措 毛泽东是不是有帝王思想 帝王思想这是阮明老师 当时对这个毛泽东的看法 但是周扬呢他不同意 他认为当时延安整风呢 还是应该说是解放思想的 最后呢谈到文革 上一次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阮明老师是讲到文革 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有人认为呢就纯属是权力之争 到现在也有这种看法 包括前段时间 我跟别人有些人争论呢 他们就认为文革呢 就是毛泽东要把党天下 变成家天下 这个跟林伯涵说的 这个帝王思想多少有些联系吧 就是认为 所以为什么后来提出来 就是不光是把权力 从党天下 从党 完全掌握到自己手里 自己甚至要搞家天下 这种看法呢 我是觉得 我是不能同意吧 而且也缺乏史实 有非常坚强的史实的根据 当然我这个扯远 我们还是请阮明老师说 就是上次您没有谈完的 就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您刚上次讲到了 就从1966年的516通知 到1966年8月8号通过的16条 就是关于无常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6条 这个中间的话呢 毛泽东 他这个期间 是在湖南的滴水洞 他的思想呢 这两个文件反映出来 毛泽东的思想是 已经有了若干的变化 上次讲到这 就请您接着往下讲 这就跟卓安谈到毛泽东的问题了 就是涉及到文革 那这样就是很明确的 毛泽东文革 不是为权力斗争整几个人 他认为是为克服党的义化 就毛靠道 苏联对共产党变成一个特权阶级的党 那中国他认为也有可能 甚至已经有部分的 已经有变化了 所以说 毛泽东对发动文革呢 这样认为 他如果说是为了权力斗争 他全就在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有自信的 彭路罗央 开一次会 毛泽东不需要穿家 就解决了 那你要真实 要解决刘少奇 那毛泽东 总是一世会 难道解决不了吗 再说邓小平 毛泽东要他下 他就下 毛泽东要他回来 他就回来 毛泽东要他下 他又下 但是这个毛泽东的权力 没有丧失过 怎样认为毛泽东的权力 从来没有 说已经大权旁落了 罗到刘少奇 罗到邓小平 他是都没有 包括后来林彪 他要解决谁 都能够解决 难寻 林彪就吓得逃跑了 所以说毛泽东是为了斗几个人 他说这个是说不通的 那么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我说从516通知 确实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要为了夺权 清除躺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可是到了八八文革决定 就变成要发动群众 来改变党内的意义 因而灭 那我 那时候我说他的思想 这样变成在地水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地水桶的时候 在刘少奇邓小平 主持这个文革的50天里头 到了那么多 那么多人 包括 抛出了一些 中央到各省的领导干部 包括斗那些老师专家等等 这个我在讲陶祝的时候 都谈到过了 当时还长了很多所谓的反动学生 反动学生 还有什么三家村 全国国地的都有三家村 那么当时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说你把他派工作队去 正像陶祝讲的 还是这批人从这个单位跑到那个单位 所以说毛泽东还包括陶祝最后修改的十六条 就是说要把权力 应动的权力放到群众来 由群众来鉴别 当然这个方法最后证明也就失败了 因为他群众鉴别不了 你说一些学生 他怎么鉴别呢 特别是中学生 他就知道打老师 到底哪个老师 是学生主义 而且老师有多少学生主义 所以说这样一个普遍的来发动群众来 一定要搞乱 所以所谓林彪的所谓群众运动 天然合理 没有这个天然合理 所以说你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把权力交给人民的一种制度 民主法治 法律的限制等等 这些问题 后来包括那个 周阳后来研究的这种 人道主义 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不尊重这些东西 那你当然就是搞乱了嘛 所以说 周阳同意毛的那个所谓 科夫党的异化的 这样一个思想 那我觉得是 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 可是科夫异化 不是采取那样一种群众运动 而是采取改革 改革也就是要把权力交给人民 要让共产党的干部 人民不要 异化就是 人民公仆 异化为人民的主人 但是回到公仆 还是尊重人民的主人 你来解决问题 按照那个制度 法律化 民族化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 这样的最后 那个最得罪的 邓小平他们的那样一个 一个深刻的思想 当时 当时那个 法庭说 我说他说的不对 说周阳没有他的影响力 我是说周阳 他这几个思想 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思想 但是确实这些影响力 因为他的影响力 人民还 人们 人们还没有看到 可是那些异化力量 自己感觉到了 所以非要把你封杀不可 对他们感受到威胁 所以说周阳这些 有影响力的思想 都受到了封杀 我刚才上次讲的 鲁兴研究协会 鲁兴研究室 刚刚办起来 还没有办出什么来了 马上就被夺权了 那其他的都是一样 一化人道主义 刚刚讲 第二天 胡秋末就来自治来了 后来高章高章的 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说 第一化就是摩托中 发到文化大革命的机遇 这个根源 所以说他每一个 有影响力的思想 没有等到他 为大家都接受 就已经被反对这样的思想 封杀掉了 你在这个意义上也讲 发令先生没有讲得错 这影响力 至少没感觉到吗 发令先生都没感觉到 一般老百姓 更没感觉 感觉不到了 非常可惜 感觉到的就是 邓小平 胡秋末 邓理晴这些人 这个 所以说 从后来学生起来 受到压制 毛泽东在地水洞的时候 听到的这样一些 全国的情况 当时是中央文革反应去的 说不定也有夸大 也有什么 反正这个情况 当时确实是不变 当时我去看 北大清华的大字报 那个是确实是 那凯大夫就是 就是受违剿嘛 凯大夫讲了一句 毛泽东思想 也可以一分为耀 就是 说是 工作组 就说他是反革命 那后来 毛泽东说 那我的思想 为什么不能一分为耀 不能一分为耀 那才是反毛泽东思想 所以说 这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毛泽东思想 不是单纯改变接班人的问题 是整个党 怎么样能够 人民的 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还是说 你已经是官长老爷了 不许提意见 对工作组提意见都不许 工作组有错误不能提意见 一提意见就是反党 就是反革命 所以后来 后来我们在这样逃走的时候也讲到 说逃走神怀疑以前 那为什么不能怀疑一下呢 怀疑一下不等于要达到 是吧 陶瓷菩萨还发明了一个陶瓷菩萨 一个尼菩萨 按群众烧一烧 进手教育变成陶瓷菩萨 后来我一直讲遮阳 就是尼菩萨 双神陶瓷菩萨的一个典范嘛 他过去文艺沙皇 那么多人对他有意见 当然有的也不是他的自己的过错 他有一个圣不也有几的一面 但他后来出来以后 完全变了嘛 经过烈火的锻炼 两恶癌症 胜理上的思想上的 后来变成一个 有深刻思想的一个 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思想家 理论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虽然最后被打击失败了 消灭了他的声音 可这个声音现在还存在 虽然没有给 会发散出来 总有一天会发散出来的 他要讲的那些异化的现象 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总有一天要解决的 所以这一点中央也是有信心的 所以他不检讨啊 他认为他是对的 胡肖默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 我们下次谈到异化的时候 还可以详细的谈 他跟胡肖默的这张争论 这张争论是很激烈的 所以说 谈毛泽东 那么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比别人深刻的 那现在很多人将毛泽东 就是为了权力得争 就是为了把大天下变成家天下 没有什么迹象嘛 那毛泽东一个儿子就 所以早就去世了 毛泽东 所以说 说他要加天下 我看如果说他要加天下的话 比他要加天下的人 更多 我觉得陈云论至少也是一个吧 那个是不但是嘴巴上讲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子弟 要提拔我们自己的子弟 而且他的成员 就是提拔起来了嘛 特别是 苏联政变以后 那个是陈云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当时的舆论都宣传 好像陈云要取代那个江泽民 都有这样的文章都出现了 最后呢 要安排他到北京世卫去当书记 大家都知道吗 当时连个北京世卫的委员都选不上 只好派他到什么人民银行 到银行里头去做什么行长 谁要加天下呀 问题自己的儿子不成绩 就加不了天下了 还不如金正恩呢 选不上吗 多少人选不上 当时老百姓对这种加天下 非常的反感的 那毛泽东要加天下 他干嘛要派那个 王安英到朝鲜去啊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批判毛泽东加天下的人 比毛泽东更加天下 问题是谁加天下又叫天下不了 中国自从满清冰亡以后 没有一个加天下成功的 袁世凯加天下也成功不了啊 蒋介石要加天下 不但在中国失败了 在那个台湾也失败了 他让蒋经国继承 蒋经国就把政权还给了台湾人民 实现了民主化 所以说这种历史潮流 那是确定的 当然现在中国 现在还没有 实现 像周扬他们那些 改革开放实际的深刻的思想家 理论家 所持出来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说周扬的途径 克服异化 这一点上 他跟毛泽东 是有共同点的 但是周扬并不是要 搞毛泽东这样的文革 他的途径就是改革开放 就是 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子亮 领导的这样一个 在结束文革以后 通过 改革开放的道路 走向现代化的 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说 现在大家很矛盾 又否定 华国锋的粉碎十人帮 也要肯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作为共产党主席的 华国锋自始至终 领导的一次会议 而且这次会议的特点 就是让大家讲话 包括批评华国锋自己 而且自己也承担自己错误 比如说 杨茂凡斯 所以叶剑英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当时华国锋他们支持的 西单民主墙 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这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吗 是华国锋主持的 三中全会的路线吗 难道后来就变成 胡桥王那些人篡改历史 说三中全会的路线是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两个基本点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反对组产阶级最晃 另外一个改革开放 坚持思想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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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思想基本 那怎么可能改革开放呢 自由都没有了 还改革开放 这根本就是 三中全会的时候 根本世界上基本原则没有 没有啊 你看 过了好几个月 你看那个邓小平的那个讲话 你拿出来干嘛 齐超成员中间有我一个 现在说的 什么三中全会 邓小平讲话是主题讲话 主题就是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四三节思想话 完全是枯说八道造谣 谎话 现在拿这个谎话 天天在欺骗人民 大家可以看一个嘛 当时的报纸 当时的文件 所以说 这么一样的 科普异化的道路 就是1970年10月 这样一个 接受文革以后的 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昨天 我在电视上 他突然看到 听一个作曲家 讲他闯住那个 一首歌 饮酒歌 他的过程 我一听 那饮酒歌 突然又听那个十月了 那这个饮酒歌 应该是《时光难写》的 《时光难写》的 讲那个十月 1976年十月 以后大家庆祝饮酒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 历史展折点嘛 所以说这样一些历史 现在都颠倒了 所以我说 谈朝著也好 谈周扬也好 他们就是因为 反改革的 这样一种异化力量 打击 才使得这样一个正确的声音 给埋没掉了 现在我们应该把它 发现出来 虽然反思的几个大问题 我们都讲到了 他的反思的所有这些问题 包括鲁迅 包括解放思想 包括 异化 人道主义 这个我们以后要专题讲 因为那个问题特别重要 那么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几个大问题 都是内在联系的 联系到的就是 其和改革开放 这个新离世时代的主题 就是说 改革开放 要把中国改变现状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他不是一个结伴人的问题 不像邓小碧讲的 我一出来我就在那挑选结伴人 结果两个都不行 然后改成第二代第三代核心 江泽民 他这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吗 他说 要解决的是 党的异化的问题 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成为十年豪杰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 新的 改革开放的 那这样一个 方法 来完成这个 用改革 克服政治思想 经济的异化 这个呢 下面专题再讲 那么我想 我们跟周阳 谈到的 谈过的一些 他的反思 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 最后呢 他讲到他想 要做的三件事 这三件事 一件 就是编他自己的文件 他有一个很好的思想 就是说 我编我的文件 我过去写的东西 说的话 对的也要编进去 错的也要编进去 而且一个字不改 都是历史的记录 都是历史的记录 他说 错的 我可以 加上一个 说明 错在哪里 最后这个文件 怎么样了 没有到他 有些人硬是不让他 这篇不能收 那篇不能收 最后他这个周阳文件 是谁当 主编是谁呢 主编是王猛 王猛 王猛 我觉得这个文件 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图 那有些人 我觉得也可能是 考虑到他自己的 那么他就 有的人不赞成说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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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过一篇 可能是王猛所写的文章 他说他认为还是应该 收进去 但是呢最后 都没有收进去 他说这个是违反 周阳自己的 医院的 不过呢好在文件还是出了 留下了 至少是绝大部分的历史记录 这个多少卷吗 多少卷有七八卷吗 我现在也不定 我没看到我这里 那么看不到 第二个就是整理毛泽东 跟他的个人的谈话 第三个他是写一部分 回忆 除了回忆毛泽东的个人谈话 专门的 另外还回忆一些重大事件的回忆录 那我当时是有一个建议 我说建议文迹呢 先交给别人去设计要整理 我觉得应该先写 你跟毛泽东的个人谈话 和你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 因为这是无人可待 对啊 对啊 没有人可以站底下 而且你也没有 是在你的脑子里头的 可惜的很 他过早的 失去了思维的能力 就像路定一讲的 他都被欺识 路定一说他的身体比我好 应该活得比路定一长 他完全可以按插 他监狱里就出来的那样一个 经过的那个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 迫害 出来还能够有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到处演讲 当时他很积极啊 他跟路定一 还不太一样 路定一就是 经常住院长 很少发表文章 他就是谁请他 去讲话 他都落语 接受讲 而且放大胆的讲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 无数恐惧的 提出自己的观点 包括受到那种打压的时候的一种 抗争 所以他不是 忧郁而死 气死的 这一点我觉得 跟胡耀邦还不太一样 胡耀邦当时是 一种 觉得对自己的不公平 他最后不是讲吗 希望给我做一个 结论我这几年 当然他也讲 我个人 无所谓 温馨无愧 可是对这个 这些年 不作为错 一个公正的结论的话 国家可律 就是说这个路线的问题 到底是我错在哪里 说我什么 反自由化不离 支持法自由化 到底反自由化 是对的吗 最后当然他还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去世以后 居然还会发展到六四 所以 从这点来看 那周杨他确实是 他的反思是境界很高的 不计较过去 方言未来 个人都是日子都外 他气死不只是为自己气 为国家的命运气 胡耀邦呢 是为国家的命运忧 同样是为国家的命运气 这两个人 一个是忧死 一个是气死 因为他们原来都没有这种病啊 那个胡耀邦身体好得很 突然得了心脏病 而且得了心脏病 马上就去世了 忧虑 忧虑而死 因为他们都是工作狂 没有工作的时候更设不住 工作的时候反而健康 这样也是那样的 这样跟他一起的时候 有的人跟着他去什么 海南岛什么去了山崖 想玩两天 对呀一到山崖 马上说我们回去吧 已经到了 跟他去的那个我们中学部的 他的秘书那个谭小型的嘛 经常说他就一到哪里就是工作 读书 不是工作讲话 就是读书 所以说这两个人 就被那些人 不干涉的 专门那个挑人家毛命的人 给气死了 那这正好就转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 有这么多的很好的反思 和这么多对他被被曾经挨过他整的那些 错整的那些人 他去这个向他们真诚的 忏悔道歉 但是为什么这个邓小平和胡销默他们这些人呢 对他却是如临大敌 他们又是怎么样整他的 我们我们在下面当时我们在下面1980年的初期 我们只知道他的那个在纪念马克思会上的讲话 长篇的发言 还有在这之前在党校的讲话 后来就说有重大错误 像这个那个 胡销木呢 是写的那些长文 好像是1984年的元元分发表的 我发表的长文就来批周扬这个批这个人道主义 这个好像批的一点一点都没有 是啊 但是他他们是怎么怎么整他的 恐怕有些有些情况您可能比较清楚 我们想跟我们的观众啊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再详细的讲一讲 我觉得他们整他是因为他们怕他的声音啊 嗯 因为他的声音呢我觉得 就是说他 出来以后 虽然 没有官 或者只是一个 他是个顾问嘛 嗯 开始设施社课院的顾问 后来到中宣部那是个副部长 我记得我曾经借调到中宣部工作的时候 当时别人就告诉我中宣部两个顾问 一个是周扬 那是不是晚一点 83年的时候 83年84年那个时候 还有个是庂景丹 就是说中宣部两个 两个顾问 所以那个时候我没见到一直没见到 后来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顾问委员会了 对 因为周杨开始到社科院是当顾问 后来胡耀邦当了宣传部长以后 胡耀邦有没有让周杨当宣传部长我不知道 反正他也跟卢丁一也讲过 让他当宣传部长 卢丁一也说他不做了 那周杨后来他是愿意去当一个副部长 后来他当了顾问委员 八万年嘛 他当了顾问委员了 那他不好再当副部长了吗 那他就叫既然是顾问委员嘛 他就变成那个宣传部的顾问了 那么 他的 我觉得他们怕的 就是他的声音 那从我的接触 周杨一出来工作 胡耀邦是院长 他是副院长 可是胡耀邦对周杨的声音是非常害怕的 我记得 就是周杨的 讲话我整理出来的 不止我上次讲的那个鲁兴的那一次 至少还有一两次 反正只要是周杨的讲话 胡耀邦 给胡秀牧看 可能是胡秀牧要看 都是被封杀的 他不愿意周杨发作声音 从鲁兴研究也是这样 周杨一要成立 他马上派人把权力又夺过来 就是胡秀牧跟周杨的矛盾 我们上次也讲过 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胡秀牧跟周杨 现在大家把胡秀牧捧得很高 我觉得两个人的思想解架 思想理论是不能比的 那我接触到的 思想理论水平高的 我觉得一个是 周杨一个是鲁兴一 我觉得胡秀牧被称为毛泽东的第一字笔 可能你回想一下 毛泽东要写重大的文章的时候 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 有重大的文章的时候 他找谁 他就是找陆迪 就是找周杨 一个是解放战争事情的那一篇 讲国际问题的 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 对整个的国际上有巨大影响的 是让鲁丁一写的 周杨提出异化问题的那篇反修的 那是社会科学学部的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亲笔改了很多次 那个是我在中宣部工作嘛 就是毛泽东改一遍 传过来 然后传到周杨那里 我们当时都是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大家都在那里看 夹了一大段 这也夹了一大段 那这样一些中策文章 我好像不记得有哪一篇 是胡乔木写出来的 我在历史博物馆看到的 鲁兴传的那个批判武兴传的那个社论 是胡乔木起草的 当时毛泽东把它改的 只剩下一些目录 面目全非 其他面目全非 所以胡乔木很多都是脆的 还有人说什么 毛泽东的诗词也是胡乔木给改的 毛泽东的什么文章都是胡乔木写的 这都是脆的 当然是邓小平的文章 都是胡乔木跟邓丽群写的 那倒是诗词 因为邓小平自己不动笔 邓小平动笔的也不收入文迹 你看邓小平亲自动笔的 就是给发公众的两封信嘛 所以说 周阳为什么大家这么怕他 因为他自己的思想 他生时熟虑以后 讲出话来 这个话今天被封散了 明天还会发生作用 所以他们要把它永远封散 所以说这些 这就是说 这些整周阳的人 虽然明月水平造谣杀访 他们很厉害 他们结成帮派 他们把一些领导人包围起来 然后呢 进禅言 然后呢 那些领导人 引导到一个领导人说 这样这个人 就是要这么这么的 譬如是他也利用这个东西嘛 那么异化 邓小平 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异化 我只看见他一句话 哦 异化这个怪东西 这个怪名词 啊 啊 就是他胡销木写文啊 你要弄清楚 一化这个怪名字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周阳会不会弄来啊 后来他 他说思考了半天 因为从那个周阳的 送给他的女路里头 这我们以后还要讲了 就是这些人怕就是怕 怕这样的结婚 无论是思想解放也好 沿岸整风也好 异化也好 打倒了他们的要害 他们就是想 就是想什么 想异化 明明共产党是 应该是做人民的公仆 为人民服务的 他们要享受投权 所以这些人 那周阳要他做人民公仆 他不甘心啊 其实对胡耀邦也是一样啊 胡耀邦把那些 杨尚坤 博一博这些人 平凡冤家采访出来 那我亲自经历的就是 当时杨尚坤带着他的太太李伯昭 到互相互通 胡耀邦的家里头 毕恭毕敬的 而且一开始就提出来 你这个房子太破了 是不是到中等海去 他那个是刚出来工作 还没工作呢 他好像自己就已经有时 恢复到中等海的那个主任了 他的办公厅主任了 他说给你找一个房子到中等海去 胡耀邦的回答他 我这个房子我一直住到建马克思 当时就这么讲的 当然后来就是 怎么会说 回来搬到一个什么 会计师活动啊 天安门 中等海墙外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些人 想的就是 你把我解放出来 我要做大官了 那我要感恩呢 我也给你找个房子漂亮一点的 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 杨长坤还没有回到中央 刚开解放 刚开解放 具体职务还没有跟他安排的时候 还是那个三中学会之前嘛 他就已经要 后来大概要到这 后来大概分别到广东去了 西中心当镇的他当务的 对 这个 就是说这些人 他出来 他就是为了把那个 文化大革命中 失去的权力要回来不上 还要更大的权力 文化大革命中间吃了苦 还要补回来 我就看就是这个思想嘛 而且文化大革命这些人 到底吃了多少苦 杨长坤当然还是吃了一些苦 像邓小平吃了什么苦 就是挨诊了 把他驱赶出北京了 到了什么地方 那江西一个空军的 还是一个江青楼吧 一天坐两小时 到一个工厂里头去 做那个车窗工 这就是吃苦了 那你看看周扬 逃住这些人 又挨打 又挨踢 最后 把人整死 能比吗 人家从来不替自己过去 受什么迫害 你天天讲自己受什么迫害的 你去看一看 他受迫害你 真正受迫害的人 他不会一天到晚讲 讲自己过去受的苦 他会放眼未来 他会关心我们这个国家 往什么方向前进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所以说 文革的灾难是什么 如何纠正文革以前的历史错误 未来 这什么道路的问题 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 有一些人 对自己过去做人命的主人 忘记了做人命的公布 没有一点反思 还要继续做人命的主人 还要继续骑在人命头上 周围多福 周扬主张科普一话 回到人命公布 邓小平就敏感 说返修文革就是从你这个里面的 毛泽东就是上了你的当 所以 他们这些人 实际上就是反对 改革开放的这一条道路 你看这个 1976年10月以来的历史 就是这些人 就是一点一点的 把在改革开放道路上 这样一些 建立了功劳的人 一个一个的打下去 让自己把权力 提升自己的权力 现在不是大家讲三中全会吗 今年是2018年 据说要大大的庆祝 三中全会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那我是很赞成 三中全会确实很好啊 民主的典范啊 问题是怎么纪念啊 你纪念的民主的典范啊 你纪念的民主的典范啊 还是纪念那个反自由化啊 关键就在这里 应该说 应该说 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的时候 发过风 一间人还能主导的 所以那个时候 平反越加策案 平反越加策案 把那些人解放收费了 陈云 陈云 邓小平这些人 陈云王震 都做了政治局委员了 可是呢 那 当时 华国锋还能主导 一间人还能主导 所以当时 他们提出了一个 你们可以进来 但是呢 只进不出 所以一个月没出啊 四中还是一间人做的主要报告了 五中 开始也是 话也做到 那一间人已经看到了危机 提出了集体领导 集体接班 成立书记处 提出了几个年轻的 参委 除了华国锋也增加了胡耀邦跟 照这样当参委 这样的原来是四个老的 一个一个 一个华公 现在变成三个年轻的四个老的 四个老的呢 基本上线 一间人李先生都不是反对华国锋的 反正华国锋只有 邓小平跟成员 所以当时 一些人还觉得 再成立一个书记处 这样呢就是 权力可以平衡了 华国锋呢就是把那个 党的一部分力量 一部分权力呢 交给书记处 然后把总理呢 不要兼职了 因为华国锋当时的权力太大 不是权力太大 职务才多 又是主席 又是总理 军委 都是他 军委主席都是他 把他们分散了 分散了以后 当时五中全会上 那一派也要加了 要加的就是 第一批清军车 清华国锋身旁的人 陈锡连 武德 吉登奎 李德森 苏振华 这些人其实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文革中间的 什么直升飞机啊 什么吉德利啊 这些人都是 也有相当老的 早就在文革以前 已经是 在领导干部里头 虽然不是高级的 是比较中 就帝师级的 帝级 都是优秀的 被发现 而且 在文革中间 都是能够 接近群众的 能够检讨自己的 而且在 林彪事件以后 已经毛泽东把他们提上来 那么花工工的时候呢 就是在反思争帮的时候 主要的依靠对象 就是这些人 当然这些人 对 恢复责务的人来讲 是他自己获得更大权利的一个判较子 第一他们年轻 比他们年轻一点 当然年纪也不算太近了 都中年以上了 第二呢 他们的位置 政治局委员 这影响他们的 更上一层的一个主力 所以说把这些人清掉 当时还搞了一些什么东西 特别是陈希莲 因为叶靖英一直说上的好话的 他们搞出一张相片 就是巴伦邦相片 那正好 除了四人帮以外 有华国锋 陈希莲 还有那个 王中兴 跟那个 毛远行 所以他们就开始 在五中兴会上把这一批搞掉了 那五中兴会是1980年的2月 然后到了1980年的年底 就利用那个所谓 讨论 鲁干利斯文的决议 硬要塞进一段 说这个 华国锋主持的这两年呢 叫做台海怀恩那两年 那实际上那两年 胡耀邦讲过是在十代理所上 开出马力前进的两年 这就第一批的人就去掉了 然后呢 华国锋把他去掉了 华国锋去掉 把胡耀邦提上来 胡耀邦当时 地位也很高啊 第三任的主席 毛泽东 不是先说三个核心吗 那个是三个主席啊 毛泽东 华国锋 胡耀邦 还去见总书记 然后 华国锋 刚搞下来 毛泽东就对阵了胡耀邦 那么 第二批针对胡耀邦 也一样 清军车 黄振清党校 邓丽群清中宣部 宋敏清组织部 胡耀牧 清文明日报 胡耀邦身边的 改革力量也都清掉了 第三批针就针对赵紫阳了 八九民那更厉害了 坦克开进天安门 最干净彻底 就是通通清荒 改革开放 六四屠杀以后大清杀 一网大尽 在这个 流血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 腐败帝国 所以他们跟这样的 对立在哪里 他们认为文革是错在民主 错在世大 错在自由化 邓小平 讲得很清楚 他出来第一件事情 就修宪去掉似的 他三中取婚以后 马上反对三中决议 打越南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废民主墙 把民主的典范 党内民主典范 人民民主典范 全部废掉 然后发动反自由化 清楚精神误了 八零年到八九年不到十年 三次权力斗争 斗掉了两个党主席 一个浩古锋 一个胡耀邦 两个总组纪 一个胡耀邦 一个党主席 他的手段比毛泽东快得多 毛泽东 三十年 还没有干得他那么彻底 当时毛泽东也搞了个天安门时间 天安门时间 76年 76年 到77年 78年 案发公文就平反了 我现在这个天安门时间 留了那么多学 到明年就是40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了 到明年三十年了 也不知道哪天平反了 所以说 他们就是要做这个特权阶级 看得很清楚 现在那些人 那些人和那些人的子女 现在不都是发财的吗 现在那个 习近平反贪母 反到 反他这个事 就反不下去了嘛 就反掉一些 反掉博弈部的儿子 后来再没有了吧 后来没有大官的儿子 没有了 最典型的就是那胡销牧的儿子嘛 是吧 胡销牧的家里头 厂底下收出几麻烈的钞票 当时胡销牧 跟乔治把他抓起来 胡销牧一块来 马上就放出来了 而且又 现在到处都是 跑到路面了 所以说这个分歧是很清楚的 这些为人民的 结局 结局 就是 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 陶子 陆地医 哲阳 为自己的 谋事的 谋权的 各个非法等等 王政可以做到国家副主席 邓丽君可以活到100岁 所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所以说 说起来 真是觉得很可笑啊 也很可悲啊 因为共产党 除非为人民服务的党 马克思主义的党 最后搞成那么一帮人 在那里 作为作福 那不是一话吗 所以说这样的影响力 还是潜在的 确实像你讲的 没有那么明显 是 可能他杂重的 就是这个要害 就像鲁兴的著作一样 怎么看 就觉得他杂重的是 中国的要害 那这样的 那这样的 他杂重的是 潜贵的 这样一个 确立的 所以他们不能容 不能容怎么办 不能容 你写文章批判 邓小平给了胡椒姆时间 他到19 80年1月份 还动员了多少单位 才写出来 写出来没有影响力 所以应几十万本 发给每个学生一本 一定要出 那也没用啊 阮明先生啊 他有意外的访客登门 这个问题也没讲完 下次再接着讲 最近这前两期和这一期 对阮明的访谈呢 内容比较广泛 我在这里啊 耽误大家两三分钟 再简单的归纳一下 前两期讲了周扬 经过文革有哪些反思 这一期呢 讲的是 邓小平胡椒木 为什么容不得周扬的反思 在阮明先生看来呢 周扬在文革的批斗和迫害 偶连中反思了很多问题 他主要讲了三点 三个方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 对鲁迅的 鲁迅的态度 和对鲁迅门下弟子 当时的排斥 对像胡锋啊 冯雪锋等人呢 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打击 周扬呢 做了反思和忏悔 再一个呢 就是周扬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刻认识 周扬认为 这个是从上个世纪初以来 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当然是五次了 从中国传统精神植固中解放出来 懂得了 德先生 赛先生 平等 权力意识 个性自由等等 第二次呢 是延安整风 虽然有很多争议 尤其是后来搞了审干 抢救 更是疑惑深远 但是延安整风 他认为是从斯大林主义 和共产国际的调条统治中解放出来 认清了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周扬反思的第三个成果 是关于文革的教训和中国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周扬认为呢 毛泽东当时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异化 这种危险 异化就是 异就是标新立异的异 化就是现代化的化 就官员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公仆 但是呢 却蜕变成了其在人民头上的主人 这样的话呢 毛泽东并 其实并没有看错 他错的是用文革这种形式 发动民众起来打碎这个体系 造成了巨大的 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换句话说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政治机器的严重病症 却开错了虎狼药 甚至开膛破肚 要换心换肝 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么该怎样治疗呢 周扬认为 应该走改革开放 民主法治的道路 也就是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紫阳 他们这些人所探索的道路 来克服异化 防止异化 阮明说 这是周扬总结的文革的最深刻的教训 西方有句俗话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也可以说 有一千个文革的亲历者 就可能总结出一千种文革的教训 邓小平 胡销木他们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很不一样 他们认为文革的教训就是不能搞大民主 自由化 阮明说 因为这些人呢 他就是异化的产物 就是特权阶层 所以毫不奇怪啊 他们对周扬提出用民主法制来防止异化 如临大敌 我们的节目呢 www.mingjingnews.com 推特 atmingjingnews 联书 facebook.co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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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